这里是我们平常排练的地方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 Hello 请团员跟大家打打招呼 这是我们的鼓手賴豪 Hello 我是部的气氛的 气氛组的 还有我们的kibo大臣 我是负责少帅的 对负责颜值的 还有我们的fan leader 吉他手小心 我在搞笑了 还有我们的英控好朋友李承冰 还有我们的bass show 孔夫 还有我 我是主唱阿金 第一首歌曲 到底要选哪一个 镜头前这支乐队名字叫爆青金 核心成员是来自台湾的两位青年 刘亚金和叶嘉欣 主唱刘亚金曾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 吉他手叶嘉欣会唱会写会弹会编曲 一个来自高雄 一个来自桃园 两人在台湾结缘组队之后 于2018年决定到大陆 寻求自己音乐梦想的新发展 基本上我们家人是很支持 我跟我家人说 他直接跟我说好玩去啊 然后是一个台湾的朋友 就他说一般没有遇过像你们这样子 就拎个包 或是带个把吉他就过来 然后说实在的 刚来也真的是人生地不熟 对于来到大陆发展 两位台湾青年坦言 当时并没有多想 但是从三年前初来乍到 选择在广东省东莞市开拓新天地 到三年后 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 抱庆进乐队适应得很顺利 尤其是叶嘉欣 一提起东莞当地的吃的喝的 就惊叹连连 我确实在这边喝到这边的柠檬茶之后 我是真的觉得很惊艳 就是哇太好喝了吧 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之前在这边去吃过的那个云吞面 那个也是非常为之惊艳的东西 吃下第一口就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太厉害了吧 现在周围的伙伴都知道 乐队里有一个爱喝柠檬茶的台湾队长 而这位柠檬茶爱喝者 也用自己的才华 把柠檬茶 还有他们在东莞这座城市生活的点滴 写进了歌里 来到大陆的三年时间 乐队创作不断 目前在线上已有15首原创歌曲 在2021年进行的演出 就早已经有20多场 而他们的全新专辑 也马上就要制作完成 这片土壤 给予了这群年轻人广阔的空间 去自由寻梦 那像我们在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去发挥一些 我们想要去做的东西 而且它也可以容许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调整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是 为什么你说台湾的音乐人 他会要到大陆这边来发展 不管是乐队 或是我们所谓的艺人明星 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因为大家讲一样的话 我觉得我来这个地方发展 其实还蛮理所当然的 就是它是一个 因为大家听都懂我说什么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们想要来这个地方 发展的一个原因之一 现在这支乐队已经成为 两岸青年的融合体 鼓手 键盘手 贝斯手 都是生活在当地的音乐爱好者 采访当天 他们正在排练室里抓紧时间 完成出行前的最后一列 第二天乐队就要赶赴南京去演出 然后是杭州 队员们讨论能不能有时间去看看西湖 队长叶嘉欣说还不好说 而刘亚金则忙着学南京话 好和南京的歌迷打招呼 探计未来的发展 两位搭档表示 现在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大家都很满意 而对于未来 他们的态度正如新专辑的名字一样 乐观的态度是生活的必须 好啦 拜拜 拜拜 我们在这里的这三年就是 我们想做的事情 有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跟推进了 然后满意吗 我觉得是持续的在满意中 因为结束一个目标之后 还有下一个目标 我也会跟我台湾的家人或是朋友说 其实你们 你们也不用预设什么东西 你有空你就过来看看咯 你就看到或是你感受到的 那个就是很实在的东西嘛 那现在我觉得在东莞生活 我觉得是挺舒服的 其实也会邀请家人过来走走看看啊 然后甚至也会很热情的邀请朋友 过来玩啊 那他们来了之后 其实对这边也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的 就是两边就是要多多的交流 互相了解